Leo聊世紀 天梯的洛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8點鐘方向的緬甸人 Viper選擇的文明 那緬甸人特色呢 是擁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而且大象呢 是這個遊戲裡面 毛象夫 遠防最高的這個 毛象夫文明 那緬甸人他最可怕的東西 是他的寶兵單位 飛鏢奇兵 那在以前呢 也常常被人家稱為團戰之鬼 但是現在飛鏢奇兵 已經被下修很多了 所以在單挑上的情況下 緬甸人的飛鏢奇兵 出場率有明顯下降了 但是呢 在單挑情況下 還是會看得到的 我們就來期待一下 Viper會不會打出 緬甸的飛鏢奇兵 開秀一波 那緬甸人的步兵 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他每升個時代 傷害都可以加一點 所以他也有一些打法 是在封建時代轉裝甲步兵 直接暴力拆成 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 相當少見就是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孟加拉人 Hera選擇的文明 出示點位 2點鐘方向 那孟加拉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毛相夫 是有抗操響 還有攻速加成 而且還有抗額外增傷 所以他是擁有 三項之力的毛相夫文明 所以這場比賽呢 是一個毛相夫之戰 誰才是毛相夫的最強文明 那我個人私隙認為 孟加拉人的毛相夫 是比較強的 你想又有抗操響 然後現在精銳版本 又有再額外在抗操響 抗操響又抗操響又抗操響 然後如果你的團隊又有條頓 又在抗操響 所以 Hera這邊選擇毛相夫 我覺得蠻有趣的 如果可以看到兩邊 毛相夫互打 也是一個挺逗趣的畫面 那孟加拉人呢 他的打法特色 是比較偏向於弓兵路線的 他雖然沒有母子皇 但是有這個大象弓兵 還有這個派科技 可以增加弓兵的 這個大象的攻擊速度 那他的輕騎兵呢 可以獲得加兩點 對戰毛兵的傷害 所以如果你是走大象 相公路線 或是強奴路線 可以搭配肉馬 去做一個搭配組合 去做防守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 目前HERA看起來 下面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黃金的位置 都比較偏外側的位置 那這塊黃金比較尷尬的是 這個地方是高地 但是以他的 這個Label來說 應該知道 要往外圍 所以不太需要去擔心這個高地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左邊這邊 VIPER的地圖 VIPER的地圖也是有點偏正面 而且是比HERA還要更正前方 兩個附近的位置 實在是有點炸裂 那主經的位置在裡面 是比較安心一點的 不然是果子也在裡面 這就很不錯了 那地圖方面的部分 左邊這裡可以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 圍出來 圍個口字型 口他 這邊可以直接口起來 全部就包圍住了 這邊是超舒服的 直接圍好 OK 那我覺得VIPER這裡有一點天圖了 那說有一點也是因為 他的木序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不能撐的算是 非常好的天圖 墓區就只有這兩塊可以用 到左邊的話其實也能用 但是就是太單寶 工兵一樣可以到這邊騷擾 所以正面的話也不能用 所以墓區的部分 在玩世紀帝國的阿拉伯史 要特別去研究一下 什麼墓區可以用 什麼不能用 要自己稍微評估一下 才不會 常常被對方偷村民 是比較多玩家常常發生的事情 這也是我的 這個 血淋淋的教訓 以前都覺得這個墓區不用看 隨便阿 都能挖就行 結果才一打才發現 哎呀這個墓區真的要看一下 哪個地方能挖 哪個地方不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VIPER這邊是按到了20村喔 好 那 HERA已經來到23村囉 因為他升級時代時可以獲得 每個城堂中心 兩隻的額外的村民成長 所以孟加拉人喔 在前期的經濟增長是非常快速的喔 好 這邊把這個孟加拉虎打掉之後 這裡衝進去 VIPER 看一下 這一波 有機會抓到一村 肉馬殘血 VIPER這波打得很兇 槍兵過來抽一下 HERA被迫收村 VIPER打到這裡之後 就已經讓HERA有點經濟損失囉 因為這邊只要一收村 他的經濟就會掉 可以看到這邊掉了一點喔 HERA這邊經濟稍微差了一些 但是又馬上拉回來了 哇靠 這兩村的經濟優勢真的是很可怕 這個就算收車也不會傷到哪裡去去 真的是太狠了 孟加拉人 這兩村的優勢真的很大 那HERA這邊有點尷尬的地方是 他這邊喔 TC閒置 TC這個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16秒20秒 比如說HERA這把有點失常喔 怎麼閒置這麼久呢 好怪怪的喔 這個看HERA的平常的表現 來到33秒12分鐘 是有一點長了喔 好那如果來到33秒 就意味著他把這兩村的經濟優勢喔 給還了回去 所以現在兩邊的經濟是差不多的 甚至是稍微有點落後的情況 好 VIPER這邊 決定沒有要繼續強攻 HERA這邊是用槍兵守住了 好這一波的壓制 好 右邊跟上面 這裡要趕快找個機會圍一下 好 過來圍 VIPER的肉馬過來 有機會嗎 看一下 拿下 漂亮 HERA這一波 HERA 維加的時候沒有拉強兵 有點是太大意了 好 但是HERA依舊是領先狀態 主要是因為輪軸技術 VIPER已經早早點下了 所以即使現在村民落後呢 也不會輸給HERA的經濟 甚至會有領先的狀況 原來這個輪軸技術 只要一點下 經濟就會很好 那VIPER這邊蠻早點下的 這次是28P 28吋的村民術就已經點下輪軸了 那這個點下的時機點 跟以前早期的世紀帝國的點法蠻像的 大概是4、5年前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 那以前都是提倡 大概28或30吋以前點 或是30吋點 輪軸 那大概7、80吋點手推吋 或是8、90吋點 反正這個幅度的Range 這個每個META的版本 點的時間都不太一樣 那我是覺得大家就稍微記一下 點的時機點 因為如果你有記得點輪軸跟手推車的話 經濟增長會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我就覺得簡單記 30吋或是80吋、90吋點 就可以點完這個重要的經濟科技了 畢竟這個科技是每個文明都有的 不點白不點 好那接下來 Hera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這波交戰之後 Riper的肉馬只剩下一隻 好還有再繼續爆馬哦 那Riper這邊的馬比較尷尬的是哦 他的馬是沒有遊俠的 但是有大肉馬 但是他的馬也並不弱哦 還有這個銀罐 麥尼普爾騎兵 緬甸的這個金銀罐有調換過 所以現在變成銀罐了 現在他的騎兵呢 打工兵的路線 會有加 加4點的傷害 非常多哦 我記得這個東西打馬功 也是有用的 打相公好像也有 只要是工兵鎧甲屬性的 都可以吃的到 所以Riper這邊走騎兵路線哦 其實也是很猛的哦 好那現在Riper點下了修道院 那緬甸人的修道院呢 申屢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這邊可以早早點出 救贖思想 或者是 這個申屢科技哦 去撿生物啊 或者是去壓制對方的 騎士之類的 但是孟加人沒有騎士 所以這邊要反過怕 也可能只是反過戰車 但是Hera這裡並沒有挖石頭 所以戰車應該不會那麼早期就出現 這應該是待會先去撿生物而已哦 並不是要來針對 Hera這邊的兵種哦 而且Hera這邊是轉出了輕騎兵啊 這個輕騎兵一出來 自己出戰毛兵 要反擊對方的工兵也會很難受 所以現在Viper 要先轉個騎兵路線 去跟對方打會更好 果然已經轉出了6隻肉馬了 剛剛升城堡時代只有一隻 我先按到6隻了 這邊強兵還在追逐慢跑當中 好這邊直接收掉Viper的一隻生女 Hera現在輪走技術也點下了 好資源量又平衡了 Hera的升級時又獲得兩村優勢 經濟越來越好囉 3TC開始農 Viper這邊也是 好這個時間點應該是稍微 稍微去打下架 選個勝負 應該就是兩邊的城堡時代的選擇了 好那我覺得這邊 待會誰先挖石頭 誰就會有大動作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3TC開農 有挖石頭的人 會想用壓寶的機率 就會很高 好所以我們待會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石頭的變化 就知道誰要有動作了 好Hera這邊點下了品種 現在Viper的品種早就已經點下 所以我九隻清奇兵了 好後面點下了一個市集 現在市集的價格還是很好 好84塊 100肉可以換84黃金 好非常多 但這個時間點也不可能去買賣 不可能不可能 這個時間點太缺肉了 好 清奇兵又過來 又要抓Viper的一隻生女 漂亮了Hera 這波打的漂亮 丟進來 好 開始Buffet 好看一下你家長什麼樣子 3TC 哦 長這樣子 讓你收村 好Viper的清奇兵 快到Hera家 Hera這邊是 繼續按肉碼 好 這裡村民收村 能夠收掉一村嗎 差一刀 來不及 Viper這一波衝進去 直接硬扛了生女 跟槍兵直接突破了Hera的防線 Hera防線直接全部倒光 換成Viper再溜Hera家了 Hera現在又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把自己的附近給控住 好 現在視野也是比較平安一點 好 上面都是TC 好 沒有太多機會可以打到東西 現在有點出不太去 好 這裡繼續收村 哦 右邊也出不去哦 怎麼辦了Viper 這個TC一蓋好也更難出去了 好 從右邊出去吧 好 對 打破一個木牆出去就行 好 兩隻新騎兵沒事做 跑去抓村女 村民抓掉一隻 OK 生女加上肉碼來了 這一波Viper可以從下面衝出去 結果這個生女 要被射死 要小心 結果上方的肉碼怎麼沒有出來 怎麼開打了 Viper這一波打下去 可以蘇打Viper 哎呀 Viper這邊硬吃掉了Hera的生女 但是自己的肉碼全部送光 這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交換啊 Viper這一波交換之後 要轉兵了啊 不能再轉肉碼 這肉碼數量一定跌不起來 而且Hera的肉碼還可以補血補起來 尷尬了 Viper這一波送光之後壓力非常巨大 好 Hera這邊可能要來壓寶了 10個人挖石頭 而且擁有15隻的肉碼優勢 現在Viper一定要轉騎士路線了 好 停下了1級射 Viper開始進行防守 先把石頭給控住 那待會Hera就可以來這邊壓高地寶 哇 高打低射城市中心 但是應該在壓寶之前會先提升帝王時代 這個量先提升了 好還是其實不壓寶呢 在家裡插城堡防守 停下了2級農田 沒出門 好 在家裡的高地寶 做防守 不壓寶 好 那現在Viper也要點帝王了 兩邊帝王時代很快就來了 覺得Viper最近跟Hera對打的時候 都感覺有點超之過激的感覺嗎 感覺都有點太心急了 把這個兵都送光的感覺 好 右邊 右邊 圍起來 好 正名運撞 洛馬還是很強 孟加拉人的輕騎兵就是他的騎士 好 白虎現在 正在思考 不知道怎麼打這場比賽啦 現在轉飛鏢騎兵 要挖城堡 而且數量沒有辦法續起來 走大象路線的話 雖然現在有抗招響 但是正面的機動性可能不夠 而且這個資源量要轉形成食物更多的路線 也需要到帝王後期時間喔 才不就容不轉出來 但是這個時間點要轉出來大象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可能還是會先走一波騎士路線 先壓壓驚 待會再看要不要轉飛鏢騎兵 或者是這個馬功路線 不然忘記講了 其實他也可以走馬功 但是這個馬功路線就沒特色 也沒拇指環 所以如果要走還是走飛鏢騎兵 會比較適合一點 HERA這邊點下了銀罐派殼技 來了派殼技也可以影響到戰車的攻擊速度 現在戰車呢 還是依舊怕戰毛兵 那緬甸人的戰毛是非常弱的阿 他沒有弓兵鎧甲只有一擊的 所以緬甸人如果轉出戰毛兵防守 對方戰車的時候 也是MIPER要投降的時候了 所以現在一定要靠大量的馬 去做防守還有槍兵 那緬甸人的槍兵我是覺得很值得溢出的 畢竟帝王的時代攻擊力加了4點 這個6加7的傷害照雲槍兵 直接可以戳爆大量的馬 還有這個戰車也行阿 但是現在戰車呢 近戰的傷害阿 也獲得了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打這個槍兵呢 可能效果也不錯 但是依舊還是會被戳爛 那HERA這邊可能遇到槍兵就要轉型了阿 或是直接走孟加拉的馬攻路線就行 轉型路線也不用太複雜 都是ok的 好 這邊硬上 先拿掉這隻僧侶 戰車 高打滴 那戰車是一個 如果以看他是馬攻型態來說的話 他是馬攻血量最多的單位阿 125滴血阿 慘度非常十足 那之前有人做個實測阿 蒙古突騎對上孟加拉人戰車誰會射得贏 結果就是孟加拉人勝出了阿 因為血量真的太多了 只是說血量就是一切阿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阿 好 那BIPER這邊點下了1級的步兵鎧甲 還有彈道靴 好 7個均勻開始繼續補 槍兵還沒有辦法補下 還Track150肉左右 兩邊打的是非常非常濃喔 BIPER在左邊有一波 輕騎兵在上面繞 但是這邊直接要撞到兩根城堡 哇 HERA這個地圖相當舒服 這個視野非常的廣闊 沒有什麼問題阿 好 現在BIPER家裡開始被四處 騷擾當中 這裡有肉麻 好 上方肉麻 BIPER這邊也抓了一隻村民 BIPER這邊槍兵繼續按 大槍兵 提升上去 攻防補得有點慢 先升槍兵 再升攻防 好 化學也點下了 飲店人有火炮 要不要先出個火炮 防一下對方巨頭呢 果不其然 HERA開始在按巨型投石機了 我覺得現在BIPER 她目前的角度來看 沒有看到HERA的大動作 完全不知道對手在幹嘛 有沒有在囤這個巨型投石機 要來偷拆一波 C帝國其實帝龍斯帶有個偷偷打法 就是完全不攻城 結果一出來巨型投石機 就直接來個舞台 你根本守不住 所以 Riper這邊先點化學 有一種部分在提防 HERA在囤巨型投石機的感覺 好 那HERA這邊是決定走馬公路線 這樣就不用轉型了 肉馬配馬公 這也是孟加人後期 我覺得是最強打法 有機動性也有傷害 而且正面扛線威力也夠 但是缺點就是非常吃資源 這也不算她的缺點就是了 來壓寶了 三台巨頭 但是火炮已經在按了 還好BIPER剛剛有補火 補化學 現在火炮可以按 但是村民是要來到20隻左右 才修得起來喔 現在16隻 修得有點頭破血流 槍兵放出來 好這邊硬扛城堡的傷害 好 封兵 明明後面射 村民要拉更多過來修 LIPER拉更多村民過來 來到22村 修得起來嗎 火炮 出來 打了一炮 但是戰車想要點火炮 往後拉了一下 直接拉村民過來 砍後放村民 村民再放出來 但是如果一放出來的話 村民就不能修理 而且現在沒石頭 BIPER這一波的城堡 可能要被拿下 ERA已經成功功成了 ERA現在戰車長驅直路 BIPER現在只有槍兵 三級的步兵鎧甲 還沒有點下 點了點了點了 這個太關鍵了 這個科技 不然這個槍兵死太快了 BIPER完全擋不住啊 現在槍兵攻擊力十點傷害 五點了一攻 傷害就這麼高 BIPER現在沒有遠程部隊 可是緬甸人後期 比較一個難受的地方 遠程部隊的能力不太夠 除非要轉飛鏢 直接硬點 火炮這邊要控好 槍兵又戳到了大量戰車 這波槍兵做到了很多事情 哇大量槍兵直接扛住 戰車要上來硬砍了嗎 不要吧 繼續用點的 火炮再打個一發 但是又用點的方式 點掉了一台火炮 沒有辦法來得及修飾起來 但是後面的肉碼開始有點鬆 好 三槍一隻 BIPER再點個一攻 就變成兩槍一隻肉碼囉 要不要再點個二攻 把這個二攻點上去 再加個一攻就可以了 哇 BIPER這一波槍兵守得很好 但是依舊還是被壓制當中 沒想到沒城堡 居然還狗住了 但是戰車影響力依舊沒有改變 非常的麻煩 還在偷點槍兵 只能靠火炮偷點戰車的數量 BIPER的火炮數量只剩下兩台 在幹嘛 想要偷點巨頭 偷點巨頭會被點 BIPER送光了 結果巨頭直接一炮打死了BIPER的火炮 BIPER這一波火炮全倒 只剩下槍兵 ERROR 現在只要用大量戰車 停A過去就完事了 應該是沒救了 緬甸人的戰毛兵 就跟沒有一樣 好直接切近戰 正面開砍 戰車最強的地方 就是遠程近戰 我都行 好砍完之後 戰車損失大量 但是BIPER依舊擋不住 接下來的攻勢 黑拉順利的 打爆了BIPER的所有的部隊 經濟全炸 過來壓寶 好 順下140村 但是沒有主力部隊 而且現在均勻的產能都被控制住 現在要重新蓄起來 還要再重新補馬就 你要出戰毛嗎 還是得出飛鏢才行 但出飛鏢的話 現在成型可能有點為死一晚了 好BIPER這邊果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HERA這一波戰車加弱馬爆 直接瘋狂壓制的打法 真的是打得非常漂亮 也不管緬甸人的槍兵傷害有多高 直接硬是扛下了所有的傷害 那我覺得HERA跟BIPER這兩邊的對打的細節 還是BIPER這邊做的更細膩一點 我覺得應該是跟手術有關 畢竟BIPER確實是也有點上了年紀 但是他的觀念還是很好用的 但是對於手術快的玩家 總是會有些操作上的一些不足的問題出現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HERA拿到支援上支援勝利 HERA這邊經濟是權宜的狀態 權宜的狀態非常的兇猛 孟加人地用世代經濟增長是最快的時候 後面指出了漏馬加上戰車就搞定了BIPER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